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給我挑條這麼難唱的 這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 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詳吧 每次聽到腦中我都會忍不住想起這一幕 而唱紅這首主題曲的 就是傳奇歌手 Celine Dion 消失在公眾眼前好多年的 席林迪翁 罕見的在巴黎奧運開幕式 亮相演出唱哭了很多人 這也是她2022年 公開自己罹患罕見疾病之後第一次公開表演 堪稱是本屆奧運開幕最大的驚喜 今天我們就要來聊一聊 這位好久不見的美生天后 以及她對抗病魔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范奇緯 凱莉準備去生孩子了 所以接下來由我來代班 歡迎收看人物放大鏡 我們先從這一次的開幕式開始講起吧 7月26日當天 席林迪翁身穿迪奧的白色流蘇禮服 華麗亮相 從頭到腳閃閃發光 登上了愛菲爾鐵塔的底部 現唱法國傳奇女靈艾迪皮亞福的經典歌曲 愛的讚歌 為開幕式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插提一下 這位艾迪皮亞福也是個厲害的角色 電影《沒過人生看過吧》演的就是她非常抓馬的一生 皮亞福出生於貧困家庭 父親是馬戲團的團員 母親是街頭歌手 父母離異之後 她就跟著經營祭院的阿嬤生活 從小看盡人生百態 長大之後靠著天賦跟努力闖出了一片天 世事到現在60年了 然是法國人心目中永遠的小雲雀 其實正是席林迪翁第二次演唱這首曲子了 上一次是2015年 她登台追到巴黎恐攻死難者 這一次再度獻唱愛的讚歌 許多觀眾都相當的感動 不少人認為這歌選得非常好 兩位巨星相互回應 其實開幕前席林迪翁付出的消息 已經傳得沸沸揚揚 但她正式亮相的時候 還是令人感到又驚又喜 她4月受訪時提到 自己每天都在努力變得更堅強 消失的這4年以來 她一下覺得自己準備好了 一下又覺得不行不行 要再等等 這一次她選擇全新投入 跟醫療團隊攜手合作 展現出最棒的一面 西林迪翁會議這麼的糾結 就是因為她得的病真的很難纏 這種病叫做僵硬人症候群 是一種罕見的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 主要症狀包括軀幹 以及近端肢體僵硬 緊縮 尤其耗發於背部跟下背部的肌肉 而且顧名思義 發病的時候 患者的身體肌肉會變得僵硬 摸起來好像鐵皮一樣 對聲音觸覺跟情緒刺激的敏感度也增加 進而誘發淨卵 平時活動跟走路可能也會受限 這也導致西林迪翁取消了去年跟今年所有的巡演 其實打從2020年3月後 她就再也沒有現場演出過 新年56歲的席林迪翁 1968年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 因此她的母語其實是法語 英語是後來才學的 她的故事就像好萊塢電影一樣 一個小鎮出生的小女孩決心要成為一名歌手 後來被一位大牌製作人發現 不惜一切代價讓她成為巨星 席林是家裡14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 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 父親則是一名屠夫 每個禮拜要靠165美元 養活一家16口 生活並富裕 五個人擠一張床 家裡沒有洗衣機 雖然是個沒什麼錢的超級大家庭 但一家人非常喜歡音樂 不只席林這名字 源自於法國的流行歌手的一首歌 夫婦倆還組了一個歌唱團體 叫做迪翁家族 帶著孩子們到處巡演 後來還開了一家鋼琴酒吧 CBC報導 從很小的時候 席林迪翁就很清楚自己長大想當歌手 五歲那一年第一次公開演出 在哥哥的婚禮上獻唱 12歲的時候 席林跟媽媽還有哥哥 共同創作一首歌曲 翻譯叫這只不過是一場夢 沒想到這首歌 就成為她生命中的轉捩點 媽媽把這首歌的錄音寄給了知名的 音樂經紀人雷恩·安傑利 這個安傑利一聽驚為天人 趕緊把母獵兩人找來 安傑利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席林迪翁當時看起來外表普普通通 一聲不坑 所有的對話都是她媽媽負責的 但是當小席林抓起鉛筆 假裝的是麥克風開口唱歌的時候 安傑利簡直感動到哭 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特殊嗓音 安傑利明白就是她了 這位經紀人一時之間籌不到錢 來幫她出專輯 結果竟然把身家全縮了 安傑利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 幫席林發行了第一張唱片 這唱片成績不錯 席林也成為魁北克的明星 15歲的時候席林迪翁決定休學 全力拼事業 到了1986年 也就是席林迪翁18歲那一年 她已經發行了七張法語專輯 席林迪翁從小就是麥克傑克森的粉絲 她告訴安傑利 她自己也想成為那樣的國際巨星 安傑利就決定幫席林來場大改造 她消失了18個月 這段期間裡面 她整個牙齒燙了頭髮 換了全新的造型 甚至苦練英語 參加聲樂班跟舞蹈班 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而且多年的合作與信任 也讓小女孩情鬥初開 漸漸愛上了經紀人安傑利 1988年在愛爾蘭 舉行的歐洲歌唱大賽 席林迪翁以一分之差奪下了總冠軍 讓她正式在國際間打響了名號 她跟安傑利也正式成為戀人 5年之後 25歲席林跟當時52歲的安傑利訂婚 老少配當時震驚了不少人 同一時期她發行了幾張英語專輯 也都獲得非常不錯的成績 但真正讓席林迪翁爆紅到全新高度的 大家也知道 這是1997年的電影《鐵達尼號》的主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席林迪翁坦承 一開始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並沒有特別喜歡 但後來這首歌不但成為她的招牌歌曲 還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 橫掃葛萊美 鵬起金球 成為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影響歌曲 這首歌把席林的演藝事業推向最高峰 之後獲獎無數到全世界巡演 但沒想到她的健康卻亮起了紅燈 2008年席林飛去德國展開巡演 卻發現聲音不大對勁 她吃過早餐之後 發覺嗓音不由自主的變高 好像在打滑一樣無法控制 雖然盡可能完成表演 但過了幾年喉嚨的症狀越來越嚴重 她在今年6月上映的紀錄片裡面透露 她的聲音變得嘶啞 到了2016年很多音唱不好 已經無法再欺騙自己了 2019年隨著症狀蔓延到全身 她只能靠高激量的藥物來舒緩肌肉精卵 但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麼病 直到疫情期間才終於被確診 SPS 2022年席林迪翁在Instagram上面 首度公開自己生病的消息 並且取消了巡演 後來更決定拍攝紀錄片 揭露自己怎麼樣對抗這個難纏的病症 片中可以看到完全素顏最真實的席林 紀錄片也捕捉到她癫症發作時的樣子 她躺在床上不斷的淨卵 淚水開始流出 臉部也持續抽搐 最後醫生給了她兩劑鼻腔噴霧劑 才總算恢復了過來 導演也曾經糾結 這麼血淋淋的畫面真的要放進去嗎 最後是席林迪翁本人要求要保留整個場景 也希望藉此喚醒公眾對這個疾病的關注 你是席林迪翁的粉絲嗎 最喜歡看到哪一首歌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 唱一段放上來更好 我都唱了怕什麼 好了那今天的故事講完了 你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ght Today官方帳號 它就有每天把中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 到Light Today國際欄目裡面 就有我們所有的報導 人無法盡 我們下週見 掰掰